您现在收看的是台湾顾问团公共工程大检验 来关于核四成废的大辩论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要来请教政反双方 在国家能源政策现在已经定出 要朝非核家园来迈进了 替代能源的发电方法当然就备受关注 我们要了解到是 在兼顾财力能力跟天然资源 这三项条件的情况之下 新能源到底能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核能 而不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给我们人民的生活安全 好 那么现阶段我们赶快来请到的是 反方的王祖方老师来先做回应 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过 几种再生能源 那个都已经足以取代核四了 这个都已经可以取代好几座的核四厂了 那个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没有核四 我们真的会缺电吗 这是从二三十年前 台电要盖核四的时候 就拿缺电来恐吓老百姓 其实原来核四是两千年要完工的 一定两千年 可是两千年过去了 现在还没有完工啊 什么时候会完工还不知道啊 我们从两千年到现在有缺电吗 没有 不只没有我们的备用容量力还非常高 两千零八年的备用容量力是二十八点四 两千零九年是二十三点四 不对 两千零九年二十八点三 那么两千零零十年是二十八点 二十三点四 那么去年是二十点六备用容量力 备用容量力是比尖锋负载还高出来的部分 占尖锋负载的比例用 那全年全年没有用到的其实是超过四成 也就是说去年全年台电的电力系统 它的那个使用率啊 我们讲一般讲产能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那四十一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我们电本来都是够的 绝对没有不够的问题 何况你如果说备用容量率只要八到十个percent 那你就没有缺电的这个问题啊 你看我们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 台湾的电力备用容量率多少呢 大概在四点二到七点四之间 那个时候你说偶尔也许一两天有跳电 可是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好啊 谢谢王老师 我们继续赶快请开老师 是 我是对目前的这个政府提到 就是说逐渐减核 然后又要这个合理电价 又要不限电 然后还要达到减碳的目标 其实是有一点怀疑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四个同时做到的情况 目前看起来几乎是零啊 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像刚才徐所长提到 就再生能源 虽然它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希望 可是目前呢 就是受限于它的技术 还有包括它的成本 就是你要大量的这个使用的话 它有很很大的困难 尤其是以台湾 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的形态 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这个电力 可以来支援 所以在我个人的认为就是 在目前的状况底下 我们应该要维持我们核电的这种优势 因为在过去这30年 30多年来 我们运转的这核123上 其实在台湾来讲 整体的这个记录是非常好的 那我想大家也应该要 归功于台电的这些人员的辛劳 你看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说碰到这种大限电的情形 各位可以了解 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3D台风 在美国东北部造成了 这个十几天半个月的这种停电 这个这种影响 其实这个在台湾是几乎没有发生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说瞬间的就 很粗糙的决策 把这个核电就废掉的话 而希望以一个目前 虽然讲起来说 我们有很多很多再生能源的容量 但实际上呢 它在操作上是有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以目前 我们已经装了200多只的风机 整个这个台电这个全导 可是事实上它一年的发电量 才几亿度 占我们整体的发电量 差不多就是不到1%的这样的情形 就算将来你装了1000只 整个岛上装1000只 甚至连这个离岸的风机 我们都装上去 也不过只能取代 来我们来继续请高老师 刚刚开教授提的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产生 如果地震 大地震产生海啸的时候 然后海啸 台湾有史以来 最高的状况是怎样 20几公尺 核电厂都淹掉了 我们就碰到湖岛核灾 另外一点 真的台湾没有 没有这个可以用的再生能源 错 因为地震是可能的 开教授可能不知道 我也怀疑 徐所长知道不知道 菲律宾也是海岛 菲律宾的地震是27% 日本的地震是550MW 台湾现在多少 0MW 昨天的报纸 所谓宜然 要所谓ROT 要1MW 所以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在我们的规划问题 我们 以前我最气的就是跟台电辩论 每次跟他讲 他就说有清水地震 我顺便问这个问题 清水地震为什么 10年以后 运转了12年 然后从发电量从1.7MW 原来规划了 变成不到0.14MW 最后关掉 12年以后关掉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这原因如果不早出来 没救 我实业的时候到日本去参观 沉川地热 我自己跑去那边看 运转了17年 50MW 现在随时可以开50MW 日本最久的是46年了 那日本可以啊 那菲律宾可以27%啊 他也是海岛啊 都是火山带啊 那台湾为什么不可以 这我搞不懂嘛 那尤其是 电力研究所 所以我实在是非常想知道 那还有一点 以前的规划 1992年的时候 在辩论的时候 核四为什么需要建 我们的假设是历年的经济成长是6% 6%今年多少 保一都有问题 过去几年来有6%吗 没有嘛 谢谢高老师 来徐所长 好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好了 先把它谈完 我们说要再生能源 能不能百分之一百取代核能 我刚刚已经稍微谈了一下 就是不管要取代核能 或者取代一些 我们所谓可以控制稳定发电的这种电源来讲 在目前来讲 在目前来讲 就是刚才讲的嘛 就是这个 它的稳定性 跟它的这个成本都还太高 但是将来呢 是有可能的 在比较长的时间 科技继续发展 下去是有可能的 所以啊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觉得啦 现在这个 因为我们要讲永续发展 必须要经过现在 慢慢过渡到未来 像美国 它是全世界地热 最大的一个国家 它的自然资源 也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看看 它的能源的配比 它的能源的组成 最大一部分 现在来讲 还是 还是最传统的 所谓的化石能源 再加上 很大一部分的核能 其实它的再生能源的比例 还是 就是最小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要看到一个事实啦 就是现在的技术 现在的经济成本 它的成本 还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努力嘛 努力做 先做一点 慢慢地学习 可以做的 先做 长时间 我相信有一天 当然我们可以走到这一天 但是时间要比较长 好 那么继续我们来让双方相互来提问了 首先提问是王突发老师 政府的能源政策里面 那么当然谈到核能 那要继续发展 但是有一个前提 都说政府可以确保核安 那怎么确保 我们现在看这个核四场 它离房角断层不到两公里 那么在其半径80公里的海域里面 有70座海底火山 其中有11座是火火山 那我们的核四场的耐震设计 只有0.4G 好 那我请问 如果来一个像日本福岛 这一次来个地震 然后加上这个海啸一来 那边火火山 那是不是可能 那请问 你怎么去确保核安 好 如何确保核安 我们请开老师回答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也是大家都希望知道的 那大家知道 在福岛事件之后 我们行政院已经 针对这个核安 成立一个特别的专案小组 要求这个台电公司提出 这个有关这个 核能安全的各项的这个措施 那这个已经执行了 将近一年半到现在 那我当在经济部的 这个督导小组里面 所以每个月听他们做这个简报 那除了在各个这个硬体设施之外 因为刚才王教授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类似福岛这样子的 超过百年以上的大地震 然后大海啸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情况来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怎么办 那大家知道福岛之所以发生的 其实除了地震海啸之外 最重要是因为它的 炉心里面的这个水 它没有水跟没有电 所以造成了后来的这个 这个炉心融会 那针对这样子的这个措施呢 所以台电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方案 其中包括 比如说在深水池 加强它的防震的能力 提供这个吸水 或者是这个淡水 比如说湖水这样子 那最终的话 甚至还可以用海水 所以这是水源的部分 有三个阶段 那在电的部分 有很多的这个移动式 可移动式的电源 在厂里面做布置 那另外也增加了这个 气涡轮发电的这个发电机 就是说在电的部分 跟在水的部分 另外在这个电池的部分 也从八个小时 增加到二十四个小时 这些的硬体设施的目的 都是在确保 就是发生大地震 或大海啸之后呢 它有足够的水源跟电源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除了硬体以外 当然软体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福岛 这个事情除了地震之外 人的疏失也是不可忽略的 所以我们在人员的训练上 包括台电现在提出 所谓的断燃措施 这件事情 谢谢凯老师 我们继续提问 请徐所长来做提问 好 我想请教一下 高教授一个问题 就是像高教授 刚才也谈到 说再生能源 希望他能够 当然我们也都希望 他能够有一天 但是现在来讲 这个风力发电 我们盖的也不少了 但是他在冬天发电 要把它移到 在夏天的时候 同样这么多容量 像我们现在盖了 差不多300多个MW 300多个MW 你要把它移到夏天来 它几乎不能发电 所以我在夏天的时候 总要有一个备用的电源 来支撑这一部分的缺口 所以高教授 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把风力发电 在冬天的发电容量 能够在夏天也能发挥作用 有没有能够一个 什么好的方法 OK 我们请高教授来回应 不是直接啦 就是其实 其实在小的风机上面 你也看到了 就是所谓的风光互补嘛 换句话讲就是说 夏天冬天 你用不同的东西嘛 为什么一定 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 晚上的时候要用太阳能发电 当然不是这样嘛 你要顺势而为嘛 所以晚上的时候 就不要用太阳能发电 晚上 夏天下午用太阳能发电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 那有刚刚提到的 一件事情很正确 就是风力 它的capacity factor 基本上三分之一 那个 太阳能 基本上可能四分之 可能四分之一而已 看地点啦 那我刚刚一直强调 在屏东 是可能的 所以我强调在屏东 这个太阳能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地热 瑞士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核电 比台湾还高哦 甚至比日本高哦 但是日本一出核载 以后瑞士说要停掉 当然不是今天就停 那他用什么取代 用地热 瑞士不是火三代 那他们要用地热取代 为什么 因为 理论上讲啦 挖到地心 就一定有地热嘛 所以是挖多深的问题 那现在 以现在的技术 挖十公里没有问题 因为砖油的平台 常常就是十公里 那在台湾 已经有八十座 已经砖到五公里以下的 有八十座 中油砖的 那那边的地热多少 有两百多度 就可以利用 就可以发电了 那如果再砖深一点 就可以用 所以我一直在提 就是要用地热发电 那地热的时候 capacity factor多高呢 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百分之九十以上 比核电厂还高 地热的capacity factor 比核电厂还高 谢谢高老师 我们在广告回来 双方来进行交互结尾 谢谢大家